8月23日,守护香港大联盟连同香港地势资金同业园总会 共同发起守护香港风雨同舟大行动 与500辆地势在车尾悬挂五星红旗贴上海报 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展现地势业爱国爱港之心 呼吁社会尽快恢复秩序 记者在现场看到,晚期时许,超百步地势聚集细环 地势车尾悬挂五星红旗,车窗贴有《我爱香港,我爱中国》的海报 车辆整装待发,缓缓在港岛区主要道路行驶 同一时间,多部地势从尖沙嘴出发 分别往观潭区及全湾区的主要交通道路行驶 用爱心呼吁反对暴力,记者会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香港地势司机从业园总会预计 当日有超500辆地势相应活动 参与行动的地势司机皆表示 希望借此行动表达自己的爱国心声 两个月来,香港各区发生多起暴力冲击事件 不同地区的多条主要道路被多次占领 香港的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司机表示,近两个月营业额下降很多 他们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希望社会尽快恢复秩序 就是我爱中国,非常大影响 每天,每日,每日,三二眼,差三百四百元 停止警察,警察只发作是合理的 如果你那些人不怎么说呢 他不犯法,为什么怕警察呢 现在国家发展得挺快的 最近几十年发展得挺快的,好快 什么都有了,现在不管是高速路、高铁 这些东西全都出来了 其实年轻人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警察是维护这个法治的嘛 根本香港警察是很斯文的 你游行示威和平是没问题的 你冲击人家也不对 你影响到民生也不对 守护香港大联盟召集人及发言人黄英豪表示 发起行动,希望通过低市司机热情周到的服务 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展现出香港的无穷魅力和良好风范 希望更多的游客来港 振兴受到严重影响的旅游业 香港低市司机从业园总会理事长黄一峰表示 因近期非法示威游行频繁进行 低市司机的生计受到影响 生意至少减少一半以上 游客不敢来港 另一前线的低市司机升级受到致命打击 希望社会尽快恢复平静和秩序 一期盼游客多到访香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